男子下车指挥车流 因为现场发生查状车祸 他违规撞到一部机车 造成对方当场倒地 伤势非常严重 其实当时连人戴车倒地 安全帽都被撞飞 车身严重变形 车壳也都散落以地 受益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他的身份是 桃园交代杨梅分队的园警 他特别的喜好就是滑雪 所以每年都会出去滑雪 去哪里滑雪 北海道 弟弟是一个应该 对 就是急功浩义的人 所以他当初本来也是读资讯 然后后来才做检查课考 好像当检查 吴姓远景今年39岁 8号早上6点半左右 骑着机车准备出门上班 一路沿着高田南三段 要前往分队上班 61岁陈姓驾驶 却在盛德路一段路口重出来 违规着转 当场撞上吴姓远景 导致他重伤身亡 因为那一条路我今天才走 所以我看到是运针 所以我就走过去 但是我开很慢 那才32 33 我已经没有化了 我已经没有化了 吴姓远景在102年特考班中 考上警察 担任警察已经八年时间 如今却在车祸中不幸身亡 本分局吴姓远景 于今日上午上班途中 不幸发生车祸 因公死亡 将全力协助家族 处理伤葬及辅恤相关事 儿子上班途中发生旱事 吴爸爸接到二号 连忙从台中北上 见最后一面 怎么也没想到 孝顺的儿子遭遇死结 就此天任永隔 靖新闻杨仲长 林妙如采访报导